护士只是被领导骂了几句 就反锁上了婴儿室 紧接着掏出来了一把手术刀 看着婴儿室里嗷嗷待哺的小婴儿 他二话不说就捅上来 紧接着又对其他婴儿挥起了刀 此时他将所有愤怒都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察觉到异常的家长们拼命拍打玻璃 但他仍旧我行我素选择视而不见 好在这时保安拿起烈火器锤打起了房门 这才将婴儿室的大门强行打开 但此时婴儿室里的11名婴儿早已没了生命体证 诡异的事就当护士见到家长们进来后 直接就拿起刀子拔破了自己的喉咙 当着他们的面结束了生命 只留下了无能为力的家长们 所有人都认为这起案件是一起普通案件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就在天亮之前一名全身涂满经文的神父 出现在了这家医院附近 就在警方们被这起案件急得焦头烂额时 又一起可怕的诡异案件出现了 只见在一个幼儿园里 一名男孩就像是发了风一样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枪 一番射击后射杀了30多名孩子 之后也离奇地吞枪自尽了 一个老师说 他发现最近总是有一名神父徘徊在幼儿园附近 这件事情让警方断定 这两起案件很有可能是某个教会的人所为 于是警方准备对小镇所有教会展开调查 然而就在这时 又一起惨烈的命案发生了 一群孩子们只是想游一会友 宝洁却拎着高压线缓缓走向了泳池 眼神里还透露着一股强大的杀气 此时孩子们正在专心游泳 丝毫没察觉到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这时一名救生员发现宝洁后 还试图想要阻止他靠近泳池 结果下一秒就被宝洁给垫死 见到这一幕的孩子们瞬间炸开了锅 拼命地朝着岸边游 外面的家长们也急得拍打玻璃 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宝洁二话不说 就拎着高压线跳进了泳池 和这群无辜的孩子们一同葬送了生命 警局里的强哥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他认为这起案件绝对不是普通案件 因为最近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凶手 伤害孩子的自杀式案件 为了弄清这到底怎么回事 强哥立马就请来了自然学的专家来到了现场 果不其然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他们在游泳馆的墙上发现了一些特殊的脚印 要知道人都是在地上走的 这些脚印出现在天花板上就代表着 案件的凶手很有可能不是正常人类 得知这天有一个神父曾经来到过这里后 警方立马就对这个神父展开了调查 很快便来了神父所在的那个教堂寻求真相 然而他们走进这里后 这里却早已破烂不堪仿佛很久没住过人了一样 就在强哥带着专家对教堂展开搜索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笑声 这一幕瞬间吓得两人头皮发麻 但他们不敢去多想跟随声音缓缓上前 结果发现那笑声是从一个雕像上传来的 就当两人上前想要仔细查看时 雕像却仿佛有生命般能开口说话了 男人背着炸弹悄悄走进了商场 还没等周围人察觉到危险 他就一把按下了炸弹的空间 这已经是小镇发生的第四起自杀式袭击案件了 殊不知就在商场爆炸的前一分钟 一个母子正准备进入这家商场 一辆面包车突然将其拦住 直接拿出电棍将他母子俩拉上了车 幸运地躲过了这次的爆炸案件 而领头的男人却是当地的一位神父 直到警方强哥找到神父后 他才得知真相 神父说耶稣每隔一百年就会转世 这次爆炸案件和之前发生的自杀式袭击 都是恶魔别西普控制教徒所为 目的就是想要除掉耶稣 他之所以会一直跟踪男孩就是为了保护他 果不其然 很快强哥就发现了被绑架的母子俩 为了男孩的安全 神父说他们必须要把男孩送到邻国的修道院去 不然地球必将会被恶魔所统治 然而通过正常的道路前往邻国根本不可能 因为那样很容易被恶魔所发现 于是神父决定从一个地下通道入境 本以为地下通道会非常的安全 然而就在半路恶魔别西普就已经盯上了他们 紧接着就附身到了强哥的身上 看着强哥即将要对男孩痛下杀手 神父当场举办了一场驱魔仪式 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恶魔别西普的能力太过强大 十字架和经文都没能将其困住 就在男孩的母亲即将被恶魔掐死之时 神父急忙用刀子刮伤自己的手 然后一把按住强哥的脑袋 利用自己的剩血将恶魔按在了地上 随后又念诵经文故意激怒恶魔 让强哥身上的恶魔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下一秒神父就用身上的血 将恶魔永远地封印到了一块石头 但最后他也遭到反噬不幸离开的人士 随着周围传来一阵死寂 强哥迅速带领母子俩通过地下通道赶往了邻国 然后将地下通道炸了一个粉碎 最终把男孩顺利送到了邻国修道院 自此影片结束